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自学区录制的C语言视频教程 本节课我们来讲一下C语言的一个循环嵌套 那么我们前面讲了很多种循环 三种有while, do well,还有for,一句循环 三种循环 那么本节课我们就来讲一个循环的嵌套 那么嵌套这个概念大家都懂 就是一层嵌套一层 就这样嵌套 那么我们来先看一下一个实例 来看如何是进行一个C语言的嵌套 好,我们首先简单一个 for语句的一个嵌套 因为for语句的嵌套是用的最多的 for 然后i等于0 然后i++ i小于 5 比如我们嵌套可以做什么 我们就先来做一个 这我们要定义两个变量 做到循环的一个变量 一个i已经有了 我们初始化为0 好,一个j等于0 那么我们 循环嵌套 循环我们上节课讲过 循环中这是循环体 那么这是循环体 那么嵌套的含义是什么呢 线套的含义就是什么 循环体中再带一个循环 那么就循环中有一个循环 那么这就是嵌套 这里面有一个循环 这里面再一个j等于0 然后接小于5 比如说小于10 然后这边要接小于10 接加加 同样 这就是循环的一个嵌套 在这里面也可以执行一个 循环引擎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循环 嵌套有什么作用 就是 首先循环置信到这儿的时候 它会执行i等于1的时候 判断满足条件 然后置信这儿 行到这儿就会执行这个循环 等这个循环执行到这个条件 不满足完全退出整个循环之后 它再进行一个外层循环的一个执行 执行i等于1的时候 直到我们这所有的循环都执行完了 它才会推出整个循环 它的执行次数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i的外层循环执行的次数 乘以内层循环执行的次数 就是这么一个叠加起来的 那么我们看这个可以执行什么 我们来做一个效果 就是输出一个 输出什么 我们再看 我们先打印出 写出效果来 我们先看一下效果是怎样的 再来讲解 我们来看这有个错就是i++ 那么这i++呢 它就会导致我们这个接没有被改变 永远都不会改变 那么就一直不会推出这个循环 一直就是死循环了 那么好这我们要注意 那么写的时候没有注意 好我们清除一下屏幕 然后同样GCC自学7.C 好我们再运行 这就输出了一个什么呢 12345行 这边不用数到这儿是10列 那么就是10 每行输出10个信号 输出5行 我们就可以改成什么呢 改成输出20行 这边改成 同样10列吧 10行吧 我们看 那么就这样 一直输出了20行 那么外层就控制行的 那么因为外层控制行是因为这个printf 这个回车就是外层循环完一次 循环一次正好内存循环就输出了10个这个信号 每输出10个之后再执行这个 它就换行 就是换了一共换了20行 而里面呢输出了20乘以10次 那么就是200次 那么整个就是200个信号 那么我们来理解一下 这弄个简单的3 这样可能好理解一点 然后这2 我们来清评 然后重新编译 运行 那么输出了一个两三行两列的一个型号 每行输出两个 然后一共有三行 那么我们就来详细的讲解一下这个过程 首先 程序从曼函数入口 入口之后 定义这两个变量 定义好之后进入这个循环 首先这个循环是等于0的 那么满足条件 它就会执行继续 执行下去的时候 循环体 循环体就是一个这些代码 执行到这的时候又是一个for循环 这个for循环 它 你现在就不用管外层这个循环了 只要管里面这个循环 它里面又是一个循环的话 里面的循环条件 接等于0 那么它是满足条件的 第一次它是0 0的话它是小于2的 那么它就输出一个信号 那么就是我们的这第一个信号 输出之后 它再执行接加加 加了之后 它再判断 此时的接已经是1了 此时的接是1 那么1小于2 它还是满足条件 它同样再执行一次 这个就输出了我们这的 第一行的第二个信号 然后输出第二个信号之后 它再执行这个接加加 再判断 此时接已经是2 2是不小于2的 因为2和2相等不小于 那么不满足条件 直接退出 退出这个复活循环 执行这个换行 那么这个换行就输出了 我们这个换行 换到第二行去了 第二行之后 那么这个复活循环 现在就跳到外层的复活循环 循环体执行完了 我们知道它要执行这个 那么此时的我们 I是 I++ 那么现在是I是0 那么加加之后就变成了1 那么1的时候 是小于3的 那么再执行一个循环体 循环体同样跟我们刚才一样 输出了第二行之后 执行这一句的时候 换行到第三行 第三行之后再行 完成循环的话 此时的I就是 二一直输出到三行之后 之后直到I不满足条件 就结束掉整个循环 好 那么这就是整个循环签套 关于Wild签套和那个 DoWild签套 大家自己去看 那么相信这个循环讲解之后呢 大家应该有所领悟了 好 那么我们今天的课呢 就讲到这里 好 好 好